今天是直接把一班的就建一个一班的 然后二班就放二班 三班就放三班 最后又把它合并回来 今天我们就类似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今天希望按照什么 按照业务 那我的业务我希望 第一个当然我会希望把它 不重复的部分先抓出来 所以第一步把这个C栏的资料 call一份资料到这里 然后做什么 做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之后的话 本来它里面有2499笔资料 那其中一定重复一堆 剩下来的话业务人员其实就六个 就这个菜头一直到摇摇 这六个人 OK那我们就知道说 我的清单马上建立出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类似像之前 一般二般三般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先要什么 一个按键 加上也许一个按键在这边 我按下它之后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把 菜头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边里面是菜头的放到这边来 然后小咪 一直到摇摇 反正每一个一个萝卜一个坑 OK就把它分别倒过来就对了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应该很简单 但以前你不会做的话 顶多就涂法链缸嘛 OK 但是我们 学这个课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涂法链缸 因为你如果涂法链缸 每天都一直在做 同样的事情 再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要提高效率 也就是希望以后你所有的事情呢 都可以可程式化 也就是所有的事情 其实可不可 可能绝对非常 没有做不到的 也就是其实在Excel里面呢 能够用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用 VBA帮你代劳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 所有东西哦 以前的你只要每天做的宠物的事情 通通可以整理出一套逻辑 然后你把那一套逻辑把它写成程式 那你的工作呢 就会变成一个个的按钮 以后的话呢 你只要按一下按钮 事情就解决了 那顶多就是有些参数 有没有 你可以输入一些什么 输入参数给他 他变出你要的东西而已 那这样的话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用再重复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如果那个事情非常复杂的话 那当然你会浪费时间 而且效率也不高 老板突然要什么报表 你给我什么报表 你就按一下按键 输入一些东西 结果就给他了 甚至呢 你可以把程式直接给老板 叫他自己输入 或者自己操作界面给他 甚至最好当然是手机上有个APP 直接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他手机上马上 而且他希望看到应该是视觉化的 直接一个图表 可能拿一种简单图表 拿到比例的话一个派图 然后哪一些时间比例的话 时间的高高DDH 可以用长条图之类的 反正各种图 他都可以很快一目了然的话 那当然最好 可是问题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那等于是说未来我发现 因为现在坊间的杂志里面 不断在告诉我们 未来其实即将有很大的革新 你的工作即将被这些东西取代 那可不可能完全 但也许我觉得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如果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许就是说你跟别人一比较 别人都会你觉得你都不会 那当然效率比较 当然就有差了 所以我们回到这边 我如果希望做出这样的结果该怎么做 其实说真的要不就是你把之前的程式 再做过一遍 要不就是说如果有做过都有讲过了 你就拿范本拿来修改 我想你至少你如果从头不会写 至少你范本要留下来 然后把范本拿来直接修改一下 应该就可以让出你要的结果了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架构 跟我们之前那个班级查询那个范例 大概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所以直接拿来修改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至少要知道改哪里吧 OK 比如说Range一定要改 Range一定不一样 蓝跟列那个都不一样 所以你蓝跟列的数字稍微改一下 OK 我刚刚已经把它改过了 所以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一开发人员 二的话 Visual Basic 然后到这里面的话我们一样 在这边问题05 我就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模组里面的话 那我该放什么 我刚刚已经把它贴过来 其实我贴的东西就是从什么 从我们的326班级查询的 第几页呢 我刚刚讲第6页 就这里 这个用筛选分割工作表 所以这边记得在 这个326班级查询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单元02里面 所以你刚才找一下单元 我实际上就是把这一段程式直接贴过去改 另外删除工作表好像前面有讲 所以删除工作表好像在这里 删除工作 批次删除工作表 所以我把这一段贴到下面去 因为我要做出来效果就是一我先分割了 二我再把它删除掉 就两个动作而已 OK那我来demo给各位看 其实这已经做好了 那做好之后 最后当然我们就是在旁边 也许做两个按钮 跟一样 反正就一个做什么呢 做分割工作表 那我们用筛选的方式 然后这边的话就做一个按钮 那我等一下按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他就按照这6个帮我分割了 那另外的话呢 再帮我回复 所以我把这个按钮复制贴上一下 那重新指定一下 这个就是把它再删掉 所以两个 一个是让它分割 一个就是再帮我把它切割 就是把它删掉 OK 然后试一下 所以按一下这个按键 看一下也会看到OK 好啊 OK有没有 菜头 里面就菜头 小咪里面就小咪 OK 那当然因为蓝宽 不过你最后如果是像是蓝宽不OK 你可以再加一个 cullens.autofill autofit 自动调整蓝宽就可以了 再加一行就搞定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好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每一个每一个 都帮我把它放过来了 OK 这个跟之前做的没什么差别 其实我只是把它贴过来改 改哪里 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第二个是删除 删除我也讲过了 所以记得是反向删除 所以什么呢 for i 等于 最后那个就去点看 到怎么 删到第几个 第二个就好了 第一个不要删 第一个不能删 然后step-1 反向删 然后删除 i.delete 帮我删删删 OK 所以删掉 剩下没有 就恢复了 所以其实这两大按钮 就出来了 不过其实如果因为现在我们电脑效率太快了 不然如果旧电脑应该它会有一个闪动的效果 刚刚有看到一点点嘛 可是因为现在电脑跑太快了 那个连闪动的效果好像都 哎呦了 现在有嘛 如果说你希望把那个闪动效果关掉也是可以的 就是那个screen updating等于force关掉 它也就不会有那个闪动的效果 那它的好处就是就是你把那个关掉它跑会更快 可能效率我之前测过 甚至会跑可能会效率大概好个大概快50%以上 因为它不用去更新嘛 不用去画那个画面 所以它的效率会跑得更快 screen updating 这个等一下也许再来加上去 现在我们先来看怎么做 应该没有问题吧 一就是先把这个业务复制贴到这边来 然后用什么呢 刚刚讲过一除重复 这个step一嘛 OK应该没有问题 我这边是中间空一个空白栏 因为把它分开 因为这个范围跟这边的范围不要混在一起 不然的话你如果混在一起将来两边会有问题 OK 然后我们主要是要先取得什么 取得一个不重复的清单 OK这个主要是要有个清单 不重复的清单 唯一unique的 OK 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 直接拿什么呢 拿那个程式部分 这个程式怎么来的 我刚刚讲过 这一段我把它delete掉了 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从我们326班记查询的第六页的地方 这别最好 其实以后这些东西都很好用 这个范本如果你会用的话 其实甚至复制一下Ctrl C 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哪里 贴上就可以了 那改的话 记得反正你就照 你只要看得懂上面的东西 我想你就会改了 但是记得 最好是在上面自己加注解 因为我这边这个是没有加注解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步应该是for i 等于2到4 2到4是什么东西 其实 其实是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什么 取得这个清单 有没有 有没有 其实二到4一班 二班三班 所以刚好到第四列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2到多少 应该是2到7吧 对2到7 OK 对应该没错吧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都知道意思 你不能说是懂非懂乱改 一改就麻烦了 你可能做出来结果就不OK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should.add add就是什么 新增工作表 对不对 然后新增到after 冒号等于就是在什么 在这个should.com 是指的是最后那一个 目前的话一个 所以在什么呢 在第一个的后面 意思说帮我放在第二个的意思 x是他的右边的部分 OK 然后呢帮我什么 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的话 其实在那个什么 就是点name 自己这个去点看 意思说你新增的那一个 因为他新增那个一定放最后面 所以是可能是本来是只有一个 现在变两 因为去点多一个 两个去点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要叫什么因子 那就帮我把它叫菜头 所以后面这边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用l 现在呢 n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你就记得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n就可以了 OK 这一定要改 如果没改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 如果没改 它就变成叉叉银行 那就不对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要做筛选 筛选关键的地方就是autofilter 是根据第一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之前是到e12 现在是多少 l的2500 对所以你就打什么l2500 不过有同学说老师 可是以后那2500数字会变动啊 怎么办 用追踪的吗 那你就加个r 追踪把这个变成一个变数就OK了 当然我们先暂时不改 你要改你就再改一下 之前有讲过 那autofilter 就是说呢 我要筛选 那筛选用哪一栏当成筛选 这边它是根据第一栏 因为一般二番三番是在第一栏 那现在的第几栏呢 第三栏 所以记得哦 你这边一定要改 如果没改的话 变成这边筛选 一筛选菜头 里面没有菜头 就没有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筛选 其他发现没有东西 那应该就是你这个field 这一个地方放错了 OK那你就输入3 那criteria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criteria就是条件 1 这个1不是l criteria1 第一个条件 OK那条件就是根据哪里 根据我们的这个业务 所以这边记得把它改成n OK 所以记得改 这边要改 这边要改 然后这边要改 OK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大概 改了几 再来就是把底下的范围 刚刚改的范围 刚刚把它copy 直接贴过来这边就好了 好 然后这边也要贴 所以反正range 范围通通把它改成一样的 然后 OK 大功告成 所以基本上 我只有把什么 把程式贴过来之后 然后改了几个地方 1 本来是2到4 现在的话它不是2到4 它是2到7 所以这个地方要改 我们把整理一下 其实这些不用死倍 死倍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贴过来之后改 这个第一个 然后aptor 每行每行都要知道 这个的话就改成n OK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要改 这第三个 第四 所以第三 这边第四 OK 然后第五 这个要改 大概这几个地方 好 改完之后的话呢 还有吗 法定аз COPY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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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3 żadd Current region N1 对啊,直接call过去就好了 不过其实这一行 我在别的书里面 有本书有写到用另外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再选一遍的范围 这样call也OK 另外我看到它有一个 我之前也写过 叫Current region 就是目前的范围 也可以 你可以不用 Current region 有一个属性 目的就是说因为筛选完之后 那个范围 也可以用Current region 但是我觉得结果一样 我们待会再跟各位讲 然后好了 那改完了 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哦不OK 所以 再来的话就是RUN了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怎样 组航按F8 游标放里面 F8 然后先看一下 哦不OK 先新增一个 它就一个了 然后把它rename成 这一个叫菜头 OK 又不是变菜头 哦有了 OK 所以你OK 然后再来的话 帮我去筛选 不过这一行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表 不再续责意 所以会看不到 但你这一行call过来 才会看得到 如果你call过来的东西 都是菜头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这个地方如果说呢 你希望我刚刚讲过 这个地方有没有 它这个锦字号表示栏宽不足 那如果你要让它栏宽 一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下面 再加一行程式 就在这边的话 加一个叫什么 目前因为现在是在菜头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不用跟他讲哪个工作表 你就打一个叫column C-O-L-U-N 这个叫燃 column 就是这个燃的集合 那哪一燃到哪一燃 你可以不用指定 你现在column 点什么 点下去之后呢 打一个叫auto 自动什么 fit autofit 指的就是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 这个叫燃 燃物件 自动调整栏宽的话 就是autofit 这样就OK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 然后你就把它往上拉 再让它跑一次看看 来看一下 autofit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效果的话 马上就自动全部自动 它的效果有点像这样 全选 然后再到常用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格式 也叫自动调整栏宽 其实就等同于这样的效果 所以刚刚的那个效果 其实那一行叫column.autofit 就是这个动作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他 反正你程式里面就加了这一行之后 它的好处就是 反正它跑完就自动调篮宽 最后的话再切回去 再把它取消筛选 然后那后面应该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执行 OK 执行 跑跑跑 跑完了看一下 菜头 OK 这应该没错了 然后小咪 小咪就这样 而且蓝宽都OK了 小张 这些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切回来 好 大功告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 基本上 请各位就是试着把那个单元 02的这个地方 这边326的地方 第6页 然后把这一段程式 贴过去改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是建议 真的 这程式不多 但是每一行 都很重要 也就是说呢 你要 做VBA的这样练习的话 一定真的每一行每一行 然后你要真的了解了 那以后呢 只要有错没关系 你就中断模式 你再来修改 反正呢 只要改正确之后 以后就照着跑 应该 也就可以 做出你想要做的这些效果了 所以 多累积一些范本 这些范本的好处就是 反正的将来 你就是很快可以把你要的这个结果给做做 不然的话 以前 你要做同样的结果 恐怕要土法院纲 要花蛮多时间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试试看